生活,情感个层面的难题都可以一一处理,必然可以摆脱伤痛,一路高歌,虔诚锦绣。 鼠蛇人的信性很高,有时候感觉任何的事情都抵不上功成名就来的重要,毕竟你真的不甘于平凡。 但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,常常得罪很多人。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鼠蛇的人而言,接下来创业者商务合作变多,赚钱项目也增加,同时要注意,要多做助人为乐的事情,相信只要行动就有收获,经过这些努力,日后手上的项目能轻松获利。 但是唯独自己的父母,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给你最好的,只要你开口,他们都愿意提供帮助。 你们会得到天地向照治好财运,善财临门,那些善良的人会加倍得到这些财富。 不过鼠蛇之人自身的状态还在调整之中,要想今后没有阻碍地好好发财,鼠蛇之人就要赶紧地行动起来,不辜负运气,财富自己也就不会辜负于你,你们的财富就会变得独一无二。 鼠蛇的人财富真的很棒,尤其是对于老蛇的职业,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来获得成功,然后被许多人所赞赏,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将获得更多的认可。 事业运非常好,因此鼠蛇人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,日子过得非常顺利,加上天时地利与人和皆注定,生活充满了惊喜,提醒你能够留心身边的朋友,其中必有贵人,来帮助您赚钱。 鼠蛇人财运大改,运势蓬勃,财行带贵星一起照耀鼠蛇人的命功,好运稳定向上,只要鼠蛇人用心工作,一定能得到稳定的回报,又逢三合贵人入命,好运更上一层楼,达到巅峰,即使是最艰难的环境中的鼠蛇人只要不退缩,总能面对困难,之后便一帆风顺,节节高升。 此外,鼠蛇人还会赚不少的财富,在生活中还会有不断的喜事传来,生意红火事业旺,幸福生活招手来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消暑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机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消暑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,一个人的相貌,一半由上天注定,一半受到内心的影响。 如果你的相貌很差劲,那最好的做法其实不是怨天尤人,而是调整自己的内心。 只要心智力强大了,整体的相貌就会发生改变。 可如果心智力不行,心境特别糟糕,就会影响到性格,从而影响到相貌。 如此,人生就真的淒淒惨惨,毫无出路了。 人老了,才逐渐觉悟,这五种面相会带来穷酸气,人之苦命的根源,就在于此。 一,内心斤斤计较,面相不够,宽容随和。 有些人能力不错,可就是性格不够宽容,总喜欢斤斤计较。 这个时候,他们就会招惹来穷酸气,无法广纳裁员。 太过于斤斤计较,之所以会招惹来穷酸气,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无法吸引贵人,也无法让人把握机会,注定当事人只能拥有辛苦命。 正如《道德经》,终有言,将欲取之,必先欲之。 大致意思是,要想夺取什么,就需要暂且先给予什么。 若想跟贵人相交,首先就要满足贵人的需求。 如此,双方才有建立情义关系的可能。 没有付出,就不会有收获。 对生活不够宽容,总是计较,生活也会让你处处受阻。 宽容随和的本质,不是软弱,而是以退为进。 二,也蛮不讲理的相貌,会带来苦命。 我们常说,有理走遍天下,无理寸不难行。 你有道理,那你无论去到哪里,都能站得稳,坐得住,吃得开。 而你没有道理,总爱蛮横做人,就容易惹来是非和灾祸。 不少人都觉得,只要自己蛮横无理,就能占据上风。 但他们忘了一点,恶人自有恶人魔,本就是千古以来的真相。 你蛮横无理,别人只会比你更蛮横无理。 在现代社会,不是某个人蛮横,暴躁,别人就会怕了他。 哪怕这人很有钱,只要他没有道理,失去了该有的道德,那他照样会倒霉,厄运连连。 从今天开始,做个有理有据的人。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,都保持君子之风,身怀德行之气。 我想,人之前途和遭遇,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三,固执不变通的相貌,会带来穷酸气。 在远古时期,福西士一化开天,推演出了阴阳八卦。 在推演的过程中,福西士发现,世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,一直在发生变化。 周易克戏词中有一句话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 是以自天佑之,极无不利。 在你穷困的时候,那你就该选择变通了。 只要变通,与时俱进,一切就能得以长久。 变通之人,顺其自然,上映天意,无往而不利。 这变通之人有多幸运,那偏执之人,就有多不幸。 尤其是在今时今日,发展极快,几个月一个样, 如果普通人做不到与时俱进,基本就只能被淘汰了。 正如一位名人所言,总爱抱着老黄历做人, 而没有任何变通想法的普通人,终究会沦为时代发展的垫脚石, 逃不开被抛弃的命运。 四,戾气对内不对外,乃是大凶之下。 在民间,有这么一个词,远相尽臭。 大致意思是,觉得远处的一切特别好,而认为自己身边的一切都不好。 比如,有些比较糊涂的人,总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外人, 而把最差劲的一面留给了自己的家人,本末倒置,从而闹出了家庭矛盾。 亲人也不理解,我对你那么好,既出钱又出力, 为什么你要把脾气发泄到我的身上呢? 也许,跟人之糊涂的劣根性有关。 什么是糊涂的劣根性呢? 不敢得罪外人,只敢欺负自己人。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,耗子扛枪,窝里横。 所谓窝里横,外面怂。 跟这些不分轻重的人在一起生活, 你会感觉到,家中毫无财运,毫无发展的勃勃生机, 只有数不尽的戾气和厄运。 五,欲赫难填,福运透支,乃大苦之相。 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, 总爱放大自己的欲望, 那你十年后就会发现欲望吞噬了你的人生, 导致你好无福气走了下坡路。 这欲望跟福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? 首先,适当的欲望才能配得上适当的福气。 其次,欲望过度,贪求太多,福运就会被透支,消失不见。 一个杯子当中的水,那是有限度的,慢慢喝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而你很贪心,非要一次性喝干净。 那后面的你,不就只能汗死了吗? 做人最大的远见,不是短时间内愈合难填, 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, 而是保持一颗平常心, 该得到什么,就得到什么, 不争不愿,淡然处之。 这种因欲望而受苦的穷酸相, 不是老天造成的,而是人们自己造成的。 绝大多数的不幸,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鼠蛇人的性格和脾气怎么样? 其实一样弥养百种人, 同一个父母生养的兄弟, 性格都会迥然不同, 每个人的性格脾气都有所不同,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, 老师来为你介绍生肖鼠蛇人的性格和脾气。 当然,这只是依据老祖先的智慧, 所统计出来的一种古老的大数据, 各位客观可以参考看看, 或者留言告诉我, 你身边的鼠蛇人是不是这样的个性? 首先鼠蛇人的性格和脾气, 先说鼠蛇人的优点, 他们专心致志, 意志坚强, 温和, 自爱, 谨慎, 心灵手巧, 想法赋予柔软性。 由神秘浪漫斯文外表与熟练处世谈,